Uteman是Reflex赞助12期选旗后以一次性放送 大陆由B站腾讯等知名网站全网开播的特色CG大作 当然 这次的Uteman不是指以前那个大大的跨下的玩意儿掉下来之中砸死人的那种欧 是小小的欧 是人和人类的洞洞匹配的欧 这番的背景设定是初代走了以后地球人时隔多年的又被外星人欺负了 这次危机之中我们的奥外代蓝主角 机枪的老爹保卫地球的职责变身成钢铁曼的 虽然身体变小了 但打起来跟以往的传统没太大变化 一切是在击退外星人的同时 顺便时隔多年的与怪兽外星人联手在帮人类拆楼的故事 这次的男主角初期的是名日本高中生 因为资格老爸单身是与外星人有成交过还到处飞的经历 所以身为儿子的他日常沉迷跳楼 还具有天生神力 只需轻轻一握对方的苦头即可变形 诶等等等等 堂堂一阶学生轻松重伤同龄人 哇这不是绝大部分爱运动的日本高中生的正常操作吗 从小拥有猛科伟哥也达不到持等能力的奥二代 没有像漫威的主角们那样 穿着性感紧身衣黄奔于街道之中 拯救人们于各种车祸抢劫不知道有没有强暴之时 而是选择当了个平凡的日本高中生 唉又是高中生 高中生到底得罪了业界什么啊 为什么那些拯救世界的博士都喜欢用他们啊 为了帮你们救世 看看这人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为了帮你们拯救世界 看看我们被迫牺牲了多少灾难资源 没办法 毕竟人家是本土的嘛 动画销量基本高他们的嘛 不真心一下真的不行啊 而我们男主的敌人群体不再是以前那样 英国怪兽混杂点外星人 而是差不多整个都是外星人 其实有一点我一直很想吐槽的 特别是最近补漫画补得差不多的时候 为什么这次你们没下凡地球的怪兽会这么的安静 而你们一下来他们就会接爱链山的猫出来 宫腾一家是你们M78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血脉吗 也要在我稍微回顾一下 盖亚的出场方式和他们之间的铺哦 日本这么小像他们这样的蹦法和把几万吨的怪兽往地上甩来甩去 好像不行才是有鬼的 男主觉得敌人叫白木拉是奥特曼第一集第一只怪兽 之称初始的敌人 听下去非常的牛逼 那么在奥特曼系列里 这个初始的敌人也就是第一只怪兽 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又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呢 就是往后打谁都磨及的要死 但收拾里的第一集比谁都要干净利落 面对初始的敌人 我们的男主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这紧要关头 男主的老爸从天来讲脱掉自己的外衣 显露出除了最应该穿的地方没穿以外 其他地方都穿着的钢铁技甲 说是 我可是乌特曼的 对方与我打了十几年的交情之类的霸气台词之后 冲上去与对方两手亲密交叉互推一波 场面一路非常的激烈 然后 他就被阴倒在地 原因是在双方两手交叉互推 你离不开我 我离不开你的时候 对方的乳头竟伸出了一只小手 只一插 我们的找田叔叔就被插倒在地 钢铁外衣瞬间报废变成鸡垒 我了个草 这玩意随便插一下就废了 你的小手又这么的难防 你们是怎么打三个十几年的 不过没关系 这次的男主毕竟不是找田叔嘛 剧情需要的嘛 男主是需要刺激一下来爆发的嘛 于是我们的男主为了拯救自己的爸爸 决定出道特色 听黑科技队员叔叔的话 成为了奥特曼 那么我们的男主究竟如何才能变成奥特曼呢 是按照地球观念先来个车祸激活吗 是传统的与外星人来个亲密接触在神交吗 还是先来个被敌人重伤 然后手术移植机甲维持生存 开始他的奥特生活呢 然后以上并没有 直接男主摆了一个 明明大家不是同一个宇宙 却不知道为啥都喜欢举的一个知识之后 就莫名其妙地变身了 哎哟 心唐年年被人歪歪出车祸的某人一秒 变身之后 外星人没有像之前那样 与对方双手交叉 然后用乳头小手阴他 而是光明正大被打残之后逃走了 故事就此载开 总的来说 Leveless这部钢铁曼相对真实 外星人不加像 今年来的那些量 大老远跑来 就为了陪地球小孩子过家家了 而是真的进行侵略行为 对人类下手 戏剧欲特色感很棒 剧情久违地摆脱了子宫像的枷锁 比起今年来 可被越来越不理想的真人特色 希望之前大火的古力特和这次的钢铁曼 能让远古找到新的方向 无论是商业项的 还是其余的 本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OK的话 关注好评推荐 收藏支持一波UP主 我是蓝亚 我等一下可以做更